〈底〉 好 臨前第十章 好 臨前第十章 其實這裡的經文 正是分成兩段的 這邊的經文分為兩段 第一段就是講 我們的祖宗 第一段就是講我們的祖宗 他们是我们的样板 他们怎么样我们都要留心 这是一到十二节 这个祖先的行为呢 这个祖先的行为 第十二节就讲到 我们自以为站得稳的 需要谨慎免得跌倒 这个就是第一段的结论 不要以为我们强过我们的先祖 他们所做的我们也可能会做 他们所跌倒的事情 我们也可能同样会做到 他们拜偶像我们也可能会拜 这个就是第一段 我们的先祖是我们的尴尬 第一段就是讲先祖是我们的借鉴 第十三节至到第三十三节 十三到三十三节 就讲到我们现在是怎样了 保罗一开始就说 你们所预见的试探 无非是人所能受的 神是信实的 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 在受试探的时候 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 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保罗一开始就说 你们所受的试探 第十三节就一开始 他就说 你们所预见的试探 无非是人所能受的 神是信实的 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 在受试探的时候 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 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 保罗就是劝勉 他那个年代的哥林多人 以前他们的先祖 怎样来到跌倒 怎样失败 以前他们的先祖 是怎样的跌倒 怎样的失败 现在就劝勉他们 其实我们都会的 现在就劝勉他们 我们同样可能会 不过保罗一开始 就给他们一个鼓励 但是保罗一开始 就给他们一个鼓励 就是 所有的试探 都是人所能够忍受得住的 所有的试探 都是人所能够忍受得住的 并且神会为我们 开一条出路 并且神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 然后就开始讲到 哥林多人所面对的试探 然后接着他就说到 哥林多他们所面对的试探 13节到33节 13到33节 哥林多人所面对的试探 哥林多他们所面对的试探 而我给这一章的题目 叫做 以为站得稳的更需谨慎 我给他的题目就是 以为你站得稳的更需谨慎 以为站得稳的更需谨慎 以为我们比我们的列祖 比我们的先祖 站得更稳阵的人 你要更加谨慎 如果你觉得你比你的先祖 列祖站得更加稳的 你要更加谨慎 如果我们觉得自己 比以色列人站得更加稳的 我们要更谨慎 如果我们觉得我们比哥林多人 站得更加稳的 我们要更加谨慎 如果我觉得我自己 比隔壁的那个站得更加稳的 我就更需要谨慎 如果我觉得我比我隔壁的那位 站得更稳的 我更加要谨慎 其实保罗跟谁说呢 其实保罗是跟谁说呢 其实跟我们所有人说 是跟我们所有人说 但是听到这些话 我们哪怕会落一个过滤网 但是我们一听到这种话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一个过滤网出来 过滤网就是 是隔壁那个人的事 不关我事的 通常这个过滤网就是了 这是隔壁那个人的事 而不是我的事 是以前的人的事 不关我的事 是以前的人的事 不关我的事 其实保罗是说 关谁的人的事呢 那么保罗所说的是 关谁的事呢 是自以为站立得稳的人 是自以为站立得稳的 就是觉得自己 看起来比人高一线的人 就是觉得自己站起来 比别人高一线的人 比隔壁那个更稳妥的人 比隔壁那个更稳妥的人 保罗正正就是 跟我们这些人说 保罗正是跟我们这样的人来说 其实我们不强于任何人 其实我们并不比别人更强 可能我们只是想多了事而已 只不过我们想的比较多 以为自己想得比别人通透 以为自己想得比别人通透 以为我们的神学比别人优越 认为自己的神学比别人优越 所以我们会得的了 总之去到这些问题上 我们都已经想过了处理好了 我们就觉得我们是行的 我们在这些问题上 我们都想过了 我们能够处理的 保罗说不是这样 凡是以为自己比别人站得稳的 凡是觉得你比别人站得稳妥的 保罗说今天的经文就是跟我们这样的人说 不是那些摇摇摆摆的人 不是那些摇摆摆的 以为自己扎得个马好稳的人 认为自己扎马扎得非常稳妥的 保罗说你正是要听 保罗就说就是你要听 不要靠自己 他讲到神是信实的 是神为我们开一条出路 如果我们自己扎好个马 就站在那里不动呢 如果我们扎好了马 我们就站在那个地方不动 以为自己不会跌呢 认为自己不会跌倒 其实我们是没有出路的 因为你站稳在那里 哪里有出路呢 因为你站稳在那个地方 哪里还有出路呢 神要带我们离开那个处境 带我们就站实在那里 神要帮我们把这个处境中带走 但是我们却就是紧紧地站在那里 这样子就没有出路了 自己以为自己好稳 自己自认自己非常稳妥 要离开这个处境 就离开得很艰难 所以如果你要离开这个处境 就非常艰难了 离开不了的 是没有办法离开的 或者一个人离开了 一个心没有离开的 或者那个人离开了 但他心没有离开 其实哥林多人都是这样 其实哥林多人就是这样 保罗主要讲的就是拜偶像的事 保罗主要讲的就是拜偶像的事 不是偶然某一些人去拜偶像 其实所有哥林多人都在拜偶像的环境长大的 所有的哥林多人都在拜偶像的环境中长大 可能小孩子的时候 可能小孩子的时候父母就带他们去这些神庙 可能当他们还是做孩子的时候 父母就把他们带到神庙 真的大开眼界 真的大开眼界 而且餐餐好吃 而且每一餐都是好 在那里真的吃喝玩乐 在那个地方是吃喝玩乐 这些就是他们长大的经验 这个就是他们长大的经验 但信了耶稣之后 你可以说他是痛哭悔改 你可以说他是痛哭悔改 就答应自己 我不要再去这些地方了 他就承认说 我不要再去这个地方了 我不再看鬼片了 我不再看这些鬼片了 我不再去做旧时做的东西了 我不再去做一些我过去所做的事情 但如果有一些亲友 亲朋戚友 如果有一些亲朋戚友 到你长大的时候 你又信了主了 你又信了耶稣 他邀请你去的时候 你要不要去呢 他邀请你去的时候 你还去不去呢 在那里有酒喝的 那个地方可以喝酒 你喝不喝酒呢 你喝不喝酒呢 有肉吃的 你吃不吃肉呢 也有肉可以吃 你吃不吃肉呢 可以在那里 透过拜偶像来放纵情欲 在那个地方 你可以透过拜偶像来放纵你的情欲 你要多开心就可以多开心 你要多开心就可以多开心 那你要不要去做呢 你还不做呢 做基督徒就很艰难了 做基督徒就非常艰难了 很久没有去过这些地方 很久没有去过这类的地方 倘若有人邀请你去的时候 如果保罗说 如果倘若有人邀请你去的时候 去打麻将 就是我们四个人 一八个人两张桌子 只是四个人 或者八个人两张桌子 那你去不去呢 你去不去呢 倘若有人邀请你去 倘若有人邀请你去 但对于哥林多教会的人来讲 对于哥林多教会的人来讲 可能很多人都不再去了 很多人可能他就不再去了 但哪些人会去呢 就是自己以为想得很通的那些人 我觉得这些事情是没有问题的 哪里有偶像 全地只有一个主 只有一个真神 其他都是假的 所以不是去那里吃一下东西 喝一下酒 大家开心一下有什么问题 凡以为自己站立得稳的 凡以为自己的神学非常通透的 只有一个神 哪里有其他的神 哪里有交诡这种事 哪里有拜偶像 哪里有拜偶像 只要我想通了 心是纯正 那就可以去做 只要我想通了 我的心是纯正的 我就可以做 凡以为自己站立得稳的 要吃肉就吃 要吃肉就吃 如果没有人问 就放心吃 如果没有人问的话 你就放心吃 有人问的时候 如果有人问 这些肉拜过偶像 你还吃不吃 这些肉已经拜了偶像 你会吃不吃 当然吃 那么好吃 不在神庙里面吃 在外面街市买的 都是拜过偶像的 不是在神庙里之前 我们到街市上去吃 也是拜过偶像的 那保罗要怎样来 去劝说这帮哥林多人呢 保罗要怎样来 劝说这帮哥林多人呢 他就由我们的先祖 来都开始讲 他就由我们的先祖 开始来讲 不如讲一下先祖的故事 我们先讲一下先祖的故事吧 大家觉得没有那么迷身 大家就觉得没有这么贴身 那我们的先祖是怎样的呢 那先祖是怎样的呢 以前都在云下从海中经过 他以前也是在云下 在海中经过 这个云下就是讲神的云柱火柱 这个云下就是讲神的云柱火柱 海中经过就是经过这个红海 海中经过就是经过红海 好像保罗在那里跟他们讲一些 儿童主要学的圣经故事 好像保罗在跟他们讲 这个儿童主日圣经 儿童主日学圣经的故事 这些就是我们的祖先 这个就是我们的祖先 他们都在云里面 在海里受洗归了摩西 他们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 这个受洗这个字都有一点特别的 这个受洗也有个特别的意思 好像经过这个红海 就经历了一次洗礼 他们洗身革面离开了埃及 所以他们就洗心革命 现在就成为摩西群体里面的人 现在成为摩西群体的人 他们都是一样的灵食 他们吃一样的灵食 直接在讲灵粮 根本就是在讲灵粮 就像我们一样每天在吃灵粮 因为他们领受了摩西的教训 因为他们受了摩西的教训 喝一样的灵水 当然在那个年代 没有提过神的灵在他们中间的工作 在那个年代 他们就没有提到神的灵在他们中间的工作 其实是神的灵来晓冠他们 其实是神的灵在浇灌他们 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盘石 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盘石 有一块石跟着他们走 有一块石头跟着他们走吗 四十年有一块石 他们去到哪里 就在旁边有脚会走的石 就在旁边吗 难道那个四十年 有一块会走路的 有脚的石头 一直跟着他们走 到哪里就跟着哪里吗 其实这个灵石是讲神 这个磐石讲的是神 如果我们读《生命记》第32章 如果我们读《生命记》第32章 摩西之歌 里面好几次提到神 有好几节都提到神 都提到祂是我们的灵石 这个就是神 这就是神 对于保罗来说 他就直接用在这个灵石就是基督 在这个地方保罗就直接说 这个灵石就是基督 好像在讲过去的故事 但是同时也都在讲给很多人听 同时也在讲给哥林多人听 祖先的神就是我们的基督 神随着他们 在他们枯干口渴的时候 神的灵水就来供应他们 在他们枯干饥渴的时候 神的灵水就来滋润他们 这个故事讲到这里 大家都很开心的 故事讲到这里 大家都非常开心 一点都不觉得被冒犯 一点都没有觉得被冒犯 都是讲先祖的故事 这个是讲先祖的故事 以色列人就是这样走出来 第五节就去到他们的事实了 第五节就讲到事实了 但他们中间多半是 神不喜欢的人 所以在旷野倒闭 但他们中间多半是 神不喜欢的人 所以在旷野倒闭 神不喜欢他们 应该这么说 其实他们都很不喜欢他们 应该这么说 他们也不太喜欢神 他们觉得神带他们出埃及 是谋害他们的 他们觉得神带他们 带出埃及是谋害他们 在旷野四十年 他们经常有的口号是什么呢 他们在旷野四十年 经常有的口号是什么呢 他们也有口号 回到埃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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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死也要死在埃及 我们死也要死在埃及 神应该要带我们出来 旷野来击杀我们呢 那你为什么要把我们 带到旷野来击杀我们呢 其实他们是不喜欢神 其实他们不喜欢神 我们在埃及好吃好住 我们在埃及是好吃好住 我们又有蒜头又有大葱 有蒜头又大葱 又有鱼吃 我觉得他们这样讲 是八日梦 你明白吗 我觉得他们这样讲 其实是在发白日梦 他们离开埃及之前 有的只是皮鞭 其实他们在埃及 有的只是皮鞭 有的只是很少 足够生存的食物 有的只是很少的 足够生存的那些食物 但对于他们来讲 在旷野总是比埃及差 但对他们来讲 在旷野好像总是比埃及还要差 你说神带我们出来吗 你说这个就是神带我们出来吗 那你给我们一些肉 那你就给我们吃点肉吧 这里有粮食的吗 这里有粮食吗 神你就每天给我们粮食 那神你就每天给我们粮食 但里面的心是一个恶心 但里面的心是一个恶心 是试探神 如果说神不喜欢他们 其实是他们很不喜欢神 只不过好像身不由己 只不过好像身不由己 在那个晚上他们就出了埃及 经过了红海 现在来到旷野 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 好像做基督徒是一件很迫不得已的事 有人觉得是没有自由 有些人觉得很没有自由 以前又可以打牌 可以玩这样玩那样 以前可以打麻将 玩这样玩那样 现在好像什么都不行 现在什么都不行 好像做基督徒是绑手绑脚的 好像做基督徒 好像绑手绑脚 那我又试下做这些 看看又行不行 我们来看看做这些行不行 看看神会不会将我击蔽在旷野 看看神会不会把我支币在旷野 你看看没事 没事的 放心去玩就行了 放心去玩就行了 喜欢做什么都可以 你在基督里面是自由的 神说我不喜欢这样的人 我不喜欢这些试探我的人 摩洛说他们在旷野倒闭 保罗就说他们在旷野倒闭 他说这些事都是我们的尴尬 他说这些事都是我们的借鉴 这个尴尬原文是一个typos的意思 这个借鉴原文就是typos 就是一种种类 是一种种类 是一种榜样 一种榜样 他们是怎么样 其实很多人都跟他们一样的 他们是怎么样 其实很多人跟他们是一样的 他是我们的尴尬 其实我们也会像他们一样 保罗就说了五样事情我们不要做 因为他们做了这五样事 第一不要贪恋恶事 第一个是不要贪恋恶事 很不舍得埃及 很不舍得埃及 很想回埃及 很想去拜埃及的神明 很想享受埃及的福乐 很想享受埃及的福乐 福乐说这些叫贪恋恶事 保罗就说这是贪恋恶事 第二样东西在第七节 不要拜偶像 好像他们拜那样 第二样就是第七节所说的 不要拜偶像 像他们有人拜的 为什么拜偶像那么吸引的呢 为什么拜偶像那么吸引人呢 如今上所记 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 这些不是小朋友做的事 你有没有见过大人起来玩耍 其实是一个很失控的场面 拜偶像就是这样 大家其实是很兴高采烈的 大家非常兴高采烈 又吃又喝 又吃又喝 应该说又醉酒 又吃到满盆狼藉 你又可以说他是 又醉酒吃到悲叛狼藉 然后就起来玩耍 玩大人的游戏 这些就叫拜偶像 这个就是拜偶像 这些其实很多人一听就知道 其实哥林多人一听就知道 正在讲他们 这个就是他们本来成长在神庙所见的 这些都是他们成长中在神庙所见的 这些就是本来他们吃喝快乐的方式 这个本来就是他们吃喝快乐的方式 不要拜偶像 好像他们一样 第八节就说不要行奸淫 其实在那么多神庙里面 所有拜偶像都离不开行奸淫 在哥林多里面的神庙的 所有的祭拜里面都离不开这个奸淫 无论是男的妙计或者女的妙计 无论是男的妙计或女的妙计 总之让人在那里来快乐 总之让人在那里快乐 而且他们都将自己来合理化 而且他们自己也将这些事情合理化 他们叫这些人做Holy Man和Holy Woman 你知道吗 他们把这些人称为Holy Man and Holy Woman Holy啊 很圣洁的 非常圣洁 因为那些我们叫邪灵 在他们的身上 因为我们称之为邪灵 在他们的身上 就是他们拜那些爱神 那些灵在这些人的身上 他们所膜拜的是爱神 这样的一个灵 在他们的身上 所以他们是圣洁的人 所以他们是圣洁的人 和这些圣洁的人 来玩在一起 什么事都可以发生 他们就觉得和这些 所谓圣洁的人 在一起玩 然后那些在他们身上的灵 就去到这些膜拜者身上 这些灵 就会去到这些膜拜者的身上 其实好像是交合 其实是交跪 看起来是交合 其实是交跪 你说开不开心呢 你说开心吗 保罗说不要行奸淫 保罗就说不要行奸淫 在他们的先祖里面 一天就倒闭了两万三千人 第九节是说不要试探主 像他们有人试探的 其实越讲越迷身 越讲越贴身 其实在讲什么呢 就是讲在哥林多人里面 就讲到哥林多人里面 他们有一些很危险的神学 他们有一些非常危险的神学 他们以为自己想得很通透 然后他们不断在摸这些界线 他们就不断地去试探这个界线 在我们的信仰里面 这些事情行不行呢 试过一次是没事的 试过一次没事 两次都没事的 两次也没事 一直在试探这个底线 保罗说不要试探神 保罗就说不要试探神 第十节也说不要发怨言 这些就是当时以色列人 每天所做的 这些都是当时以色列人 每天所做的 原来心里面有很多苦读 原来他们的心里面 很多的苦读 每天都在发怨言 其实如果保罗 不让哥林多教会的人 这样做 其实里面都有很多怨言 其实当保罗要 哥林多人 教会的人 不要这么做的话 其实他们也有很多怨言 这个保罗有没有搞错 保罗有没有搞错 他又不懂埃及的哲学 他又不懂埃及的哲学 希腊的哲学 他又没有什么学问 他也没有什么学问 神学又死板又固执 他的神学非常死板 非常固执 一点灵活性都没有 只是叫我们 不要拜偶像 不要试探神 越听越火气 听起来越听越生气 保罗我们不喜欢你 保罗我们不喜欢你 我们还是喜欢我们新的师傅 他们的神学比较新 他们的神学比较好用 听起来比较顺耳 我们大家都可以继继续吃喝快乐 我们大家都可以继续吃喝快乐 你知道这里所说的吃喝和喝 你知道这个地方所说的吃喝 其实在神庙里面 其实都在神庙里面 他们一种的社交 这是他们的一种社交 为什么不可以让我们再去 为什么不能让我们再去 保罗说 先祖所经历的都是我们的尴尬 保罗就说了 先祖所经历的都是我们的见见 第十一节 他们遭遇这些事都是尴尬 并不是说我们听完之后 觉得很尴尬 觉得很羞愧 那么多人一点都不羞愧 其实跟领多人一点都不羞愧 他们只是想保罗收声 他们只是想叫保罗闭嘴 但是保罗说 这些都是我们的尴尬 但是保罗说 这是我们的见见 只是警戒我们这些末世的人 末世这个字就是世代结局的人 末世就是世代结局的人 到最后这个世界 因为这样要来毁灭 最后到了这个世界就会毁灭 保罗就说出 这个先祖故事的结论 保罗就说了 这个先祖故事的结论 以为自己站立得稳 以为自己的马乘得很实际 觉得自己砸马 扎得非常稳妥的 更加需要谨慎 而不是对那些摇摇摆摆的人 觉得自己读过神学 觉得自己读了神学 觉得自己的神学不错 保罗说你免得自己跌倒 保罗就说免得自己跌倒 这些是首先跌倒的人 这些是首先跌倒的人 保罗这样说是要警戒他们 保罗这么说的话 就是为了要警戒他们 也是警戒我们这些末世的人 本来是讲先祖的 本来是讲先祖的 一直都是讲他们的 一路都在讲他们 这里讲到我们 但这里讲了我们 其实我们不胜过我们的先祖 其实我们并不比我们的先祖更好 其实我们越是以为比他们好 我们越以为我们比他们好 其实我们越容易跌倒 接着就是第二个大段 接着就是第二大段 不再说先祖了 就是讲他们现在哥林多人的问题 现在就讲现在哥林多人的问题 保罗第一件事说的就是 所预见的试探 其实都是人所能够受的 哥林多人 你所预见的试探 都是人所能受的 不要靠自己 要靠神 神是信实的 神不会使我们所预到的试探 过于我们能够受的 神不会让我们所受的试探 过于我们能够受的 总要为我们开一条出路 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 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 就是走开去 就是不是就是走开 不要留在那里 后面就讲到你们要逃避这样的试探 好像被人追赶要快去走 像被人追赶赶快走 第十四节 十四节 逃避拜偶像的事 逃避拜偶像的事 不要以为自己没有东西 不要认为自己没问题 走过去看看 我只是走过去看看 刚刚有个熟人 又叫我进去 刚刚遇到一个熟人 就叫我进去 或者是一个陌生人 很客气地邀请我 那我就去 或者一个陌生人 非常客气邀请我 所以我就进去 或者有人在耳边 小小声突然之间跟我说 或者有人在我的耳边 小小声跟我说 发财埋辨 你说我想发财就进去 那我就去 所以我就进去 保罗说要逃避这些事 保罗说要逃避这些事 有这么快就这么快走开 神要为我们开一条出路 讲这个试探 其实就是拜偶像的试探 就是拜偶像的试探 就是哥林多人最心痛的事 肉痛 所有人都这样拜 所有的人都这样拜 这个是社会气氛 就算我们没信主之前 就算我们没有信主之前 其实我们都是这样做的 我们也是这么做 为什么要切断这条路呢 保罗说一次第十四节 跟他讲我亲爱的弟兄 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 保罗这一次在十四节跟我们说 我所亲爱的弟兄 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 保罗就用他的保罗的神学 跟他们说 保罗就用他自己的神学 跟他们说 你们是明白的人 你们是明白的人 你们是make sense的 是可以想得通的 你们是应该可以想通的 你们可以来审查我的话 我们所祝福的杯 岂不是同领基督的血 所抹开的饼 岂不是同领基督的身体吗 我们所祝福的杯 岂不是同领基督的血吗 我们所剥开的饼 岂不是同领基督的身体吗 其实保罗在解决 刚好多人拜偶像的事 其实保罗在解释 哥林多人拜偶像的事 我们看到他不再兜弯了 我们看到他不再兜圈了 不再讲先祖的事 那些尴尬的事 我们要紧记住 那些借鉴的事 我们要谨记 他怎样解决 哥林多人拜偶像 他怎样来解决 哥林多人拜偶像的事呢 他以基督来做 他整个辩论的开始 他以基督做 整个辩论的开始 我们领同一个身体 同一杯基督的血 我们领同一个身体 我们领基督的血 是一个饼一个身体 我们都分寿这个饼 我们都领了基督的身体 我们都领了基督的身体 那么你看一下 属肉体的以色列人 那吃制物的 岂不在祭坛上有份吗 你们看 属肉体的以色列人 那吃祭物的 岂不是在祭坛上有份吗 这个属肉体的以色列人 是讲他们的先祖 这个属肉体的以色列人 是讲他们的先祖 讲他们在旷野里拜偶像 他们一起来拜偶像 他们一起来拜偶像 同样吃那些制偶像的肉 同样来吃那些旧偶像的肉 同样在那些吃喝快乐 同样在那个地方吃喝快乐 他们领袖都是有份的 他们都是有份的 所以前面讲神将他们击杀 一日两万三千人 所以前面就讲了 神一天将他们击杀了两万三千人 不要轻看这件事 你不要轻看这个事 我是怎么说呢 我是怎么说呢 此事说祭偶像之物算得什么呢 这个就是哥林多人的 教会的人的问题 这个就是哥林多教会的人的问题 没事的 这些算什么 吃偶像之物算得什么呢 吃偶像之物算什么呢 偶像算得什么呢 或者说偶像算得什么呢 在我们的神学里边 哪里有偶像这件事 只有一个是真神 哪里有什么偶像呢 只有一个真神 没有这些灵界的东西 没有这些灵界 但当他们上身的时候 就知道有多厉害 当他们上身的时候 他们就知道这个有多厉害 当他们和这些妙记来交合的时候 当他们和这个妙记来交合的时候 那些邪灵上他们的身 邪灵就会上他们的身 我们还可以这么合理化 说没有什么呢 我们是不是还可以这么合理化的说明是呢 保罗说 我们不可以这么想 保罗说我们不可以这么想 当你去分享分领这些祭物的时候 当你去分享分领这些祭物的时候 我们就和这些人有份 跟这些偶像有份 和这些偶像有份 所以保罗说 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 所以保罗就说 外邦人祭的这些不是祭神 是祭鬼 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 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 保罗说得很白 保罗说得非常白 不是迷信 这不是迷信 是真的有这些灵界 是真有灵界 是这个三重天 是三重天 独一的神是坐在至高的宝座 独一的神坐在至高的宝座 我们活在这个生活的世界 我们活在这个生活的世界 在我们和神之间 还有一个灵界 我们和神之间 还有一个灵界 有各式各样的灵活动 有各式的灵活动 他们也都引诱人去拜偶像 他们也会引诱人来拜偶像 他们也都透过各样偶像的化身 让人来默拜他们 他们也会透过偶像的化身 来让人来默拜他们 他们是真实的 他们是真实的 保罗说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 既然同领基督的身体 既然同领基督的身体 就不要去同领 这些制鬼的食物 就不要去同领 这个制鬼的食物 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 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 保罗就突破了他们 这些假神学 保罗就讲穿了他们的假神学 这不是迷信 背后真的有邪灵 背后真的是有邪灵 这样做是与鬼相交 保罗也都引述了他们的说话 保罗也引述了他们的话 制偶像之物算得什么呢 偶像又算得什么呢 偶像又算得什么呢 当他们轻看这些东西的时候 他们自己就会不谨慎 他们就觉得自己做的东西 是很合理 他们就觉得自己所做的 是非常合理的 保罗其实是交贵 但是保罗说这是交贵 吃这些偶像之物是交贵 吃这些偶像之物是交贵 喝到徒言大醉 这些下文都是交贵 喝到这个大醉的话 就是交贵 在神庙里面 他们任意放纵自己 保罗第21节 怎么可以又吃主的言习 又吃鬼的言习呢 保罗就说了 在21节说 你怎么能够吃主的言习 又吃鬼的言习呢 在人看上来好像没有事 在人看上来好像没事 因为我们没有想过神怎么想 因为我们没有想过 神是怎么看这个事情 在神庙里面就做拜神的事 回到教会就做教会的事 那有什么问题呢 回到教会就做教会的事 回到教会当然做教会的事 有十一奉献 又可以教主一行 教主一学 又可以做各样的服事 做各样服事 离开了教会的事 保罗你可不可以 不要理我们这么多呢 离开了教会之后 那这些事情 保罗你可不可以 不要管那么多呢 我们去神庙拜神 有关于什么事呢 我们去神庙拜神 关于什么事呢 这完全是一种 自我中心的想法 这个完全是一种 自我中心的想法 没有想过神怎么想 没有想过神怎么想 好像神没有感觉 好像神没有感觉 保罗说是惹主的愤恨 保罗就说 你惹主的愤恨 是惹主的愤恨 第二十三节 其实保罗是引述他们的说话 二十三节 其实是保罗引述他们的话 再一次引述 他们这种的坏鬼神学 再一次的来引述 他们这样的坏鬼神学 就是凡事都可行 就是凡事都可行 我们做基督徒 有自由什么都可以 我们基督徒有自由 什么都可以 但是保罗两次 驳斥这种想法 但是保罗在这里 两次来驳斥这个讲法 但不都有益处 与鬼相交 一点益处都没有 与鬼相交 一点益处都没有 第二次驳斥他们 第二次的驳斥他们 凡事都可行吗 凡事都可行吗 真是如此 保罗说 但不都造就人 对别人一点好处都没有 其实对自己一点好处都没有 我们很多次 想自己的生活行为 我们常常有时候 会想自己的生活行为 我们会把自己的做法 来到合理化 我们会把自己的做法 合理化 人家怎么想关我什么事 人家怎么想关我什么事 甚至神怎么想关我什么事 我喜欢做什么 就是做什么 我们真是这个样子 举一些再埋身的例子 或者我再举一些比较贴身的例子 很多结婚的男人 很多结婚的男性 他们会被太太 折制他们的饮食 他们的妻子常会 节制他们的饮食 好想丈夫能够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因为妻子期待 这个丈夫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开始的时候 你会很不习惯 开始丈夫觉得很不习惯 做基督徒 有什么不可以做呢 做基督徒 有什么不可以做呢 吃一口肥一点的肉都不行 吃一口肥一点的肉都不行 好像将肉在你口里拿出来 好像是人家把肉从你嘴里 又给拎了出来 你可以感受到那种 黑面的对答 你可以感受到 那个板着脸的那样的一个对答 不是只是讲荣耀神 不是只是在讲荣耀神 其实连妥太太喜悦都不行 其实连妥太喜悦也做不到 因为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不妥自己喜悦 其实是不讨自己喜悦 我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了 你为什么要这么多规矩呢 你为什么那么多的规矩啊 我们很不开心 我们其实都很自我忠心 其实我们也非常自我忠心 我怎么样穿衣服 我吃什么 我吃什么 我个人的卫生是怎么样 我个人的卫生 我没结婚之前本来就是这样的 我没结婚之前本来就是这样 为什么要这么多规矩呢 那么多规矩呢 我们不知道原来我们不再属于自己 我们是属于对方的 我们是属于对方的 我们不再属于自己 我们不再属于自己 所以这种自我忠心的想法 其实不是一个基督徒的想法 其实不是基督徒的想法 我们是重价买来的 已经是属于基督 我们要在身体上荣耀神 我们要在身体上荣耀神 最后一段二十四到三十三节 二十四到三十三节是最后一段 保罗说 无论何人不求自己的益处 保罗就说 无论何人不求自己的益处 这就是讲哥林多教会的人 不要求满足自己的想法 不要求满足自己的想法 不要只是自己开心就行 要求别人的益处 这里讲两个例子 这个地方讲了两个例子 第一 凡市上所买的你们只管吃 第一个就是 凡市上所买的你们只管吃 当没事就行了 当然我们都知道 所有的肉都是制肉 当然我们都知道 所有的肉都是鸡肉 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了 也不要问良心的缘故问什么了 你喜欢吃就吃吧 因为地和其中充满的都属于主 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于主 你看到保罗一方面 其实是反对这个想法 其实保罗也没有 铺斥他们的这种神学 但是保罗也没有 铺斥他们这一方面的神学 就是地上所充满的都属于主 和其中所充满的 和其中所充满的 一切都属于神 放心去吃就行了 放心去吃就行了 如果没有人问就这么做吧 保罗可以说肯定他们的想法 其实你可以说保罗是肯定他们的想法 只管去做 但是第27节呢 但是第27节 倘若有一个不信的人 请你们扶职 倘若有一个不信的人 请你们复习 麻烦就来了 如果你愿意去呢 如果你们愿意去 摆在你们面前的指管 是不要为良心的缘故 问什么吧 摆在你们面前的指管 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 问什么话 最好就是不要 你自己的良心 想什么了 最好就是说 你不要去管你良心 想些什么了 想吃就吃了 想吃就吃吧 没有人问是没有问题的 没有人问就没问题 最怕有人问了 最怕就是有人问了 第28节又再逼近一些了 第二十八节又更逼近了 有人对你说 这时宴过制定物 那你就很惨了 要为了告诉你们的人 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 其实保罗做了一些妥协的 其实保罗已经做了妥协的 那么多不要买到一些 不制过偶像的肉呢 在哥林多哪里 可以买到一些 没有拜过偶像的肉呢 除非你自己在农村里面 养猪养牛 自己供应自己 或者供应基督徒的教会 否则你被人这样问呢 你宁愿不吃 其实保罗已经带哥林多人 走了三步 第一步就是 如果有人邀请你去 你一脚踏了进去 其实你就已经进入了 这个危机的状态 其实你一脚踏进去 你已经进入了 这个危机的状态 如果没有人问 你就只管吃 如果没有人问 你就只管吃 最怕就是 如果有人问 那你已经去到第三个阶段 那已经去到第三个阶段 可能你的肉已经咬了 你哪怕都要取得出来 可能那口肉你已经吃在嘴里了 这个时候你要把它给吐了出来 为了别人良心的缘故 你宁愿不吃 其实这些是很难避免的 其实很难避免 并不是像我们今天香港的社会 并不是像我们今天香港的社会 大家把门关起来 就和隔壁好像没有关系 其实相对是一个通透 流动的一种社交的生活环境 其实那个时候 相对来讲 是一个比较流动 相对比较透明的一个社交的情况 难道我们基督徒就是住在一起 做一条基督徒村吗 难道我们真的是基督徒在一起 然后建一条基督徒村吗 其实这种的试探 他们也都会面对 其实这一类的试探 他们每一天都要面对 波罗说 我讲的良心不是你们的良心 那保罗就说 我讲的良心不是你们讲的良心 你吃了不舒服 如果凭良心 你吃了是没有东西的 如果凭良心 你吃了觉得没问题 但是你为了别人的良心 那么究竟这些班基督徒 是吃白偶像的东西 还是吃基督的身体 和领受他的血的呢 到底这班基督徒 他们是吃白偶像的物 还是领受基督的身体 为什么我们的自由会被人论断呢 为什么我们的自由被论断呢 如果我们会被人论断 如果我们被人论断 第一就是宁可不吃 第一就是宁可不吃 再向前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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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向后退 就是不要接受别人这样的邀请 不要接受别人的邀请 再向前来推 再向前推一步 你要衡量你的社交 你要来衡量你的社交 不是每一个交往 每一个交往 好像我们想象中 可以带到人信主 不是每一个交往 都是像我们想象一样 可以把人带来信主 有些交往是很不平衡的 基督徒可以藉着这些交往 可以向人传福音 基督徒是可以借着这些交往 来向人传福音 但有一些的情况 你是推无可推的 但有一些情况 你是推无可推的 你被人推入这些处境 你反而会被人推入一个处境 你就很难脱身 初初还以为向他传福音 你开始还以为你是在向他传福音 结果就是伤害了别人脆弱的良心 结果你反而是伤害了别人脆弱的良心 所以我们要衡量这种社交 所以我们要衡量这一类的社交 你是影响到它 因为你会受它影响 你到底是影响别人呢 你还是受别人的影响呢 为了别人的缘故 为了别人的缘故 为了荣耀神 为了荣耀神 或吃或喝 都是要为了荣耀神 都是要为了荣耀神 无论是犹太人 是希腊人 是神的教会 你都不要使他跌倒 不要只是顾自己的感觉 不要只是顾自己的感觉 不要只是求自己的益处 只要求众人的益处 叫他们得救 只是要求众人的益处 叫他们得救 怎样能够帮到别人得救呢 就是对拜偶像之物说 这是拜偶像的 就是对这个拜偶像之物要说 这是拜偶像的 拜偶像是交诡的 拜偶像是交诡的 交诡是不讨神喜悦的 交诡是不讨神喜悦的 这样才能够让这些人得救 这样才能让这些人得救 如果我们参与他们的行为 做他们喜欢你所做的 做他们喜欢你做的 你可能做了 但对他们的得救 一点好处都没有 但这个就是今天保罗的神学 今天这个就是保罗的神学 是什么呢 不求自己的益处 简直要可以做第二个人 简直好像叫我们成为另外一个人 但是保罗说 神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 但保罗就说 神会为我们开另外一条出路 祂使我们能够站立得稳 祂使我们能够站立的稳 只要我们不要自以为站立得稳 只要我们不要自以为站立的稳就行了 我们来敬拜主 永远 我们来自以为为站立的稳定